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和Spark的其他的一个模块无缝的集成 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变成框架 这是以前的这些批处理的框架 和其他的这些Stomp这种流处理的框架 所不能达到的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它能够接收多种数据源的数据 那像这个图里它能够接收卡夫卡过来的数据 Floom过来的数据 也可以从HDFS这个文件系统里 来得到流逝的一个数据 那处理完这个数据呢 也能存到不同的这个目的地区 比如说存到分布式文件系统里 存到这个数据库系统里去 除了这个图里的这些数据源以外 用户也可以很容易去写一个 自定义的一个数据源 只要遵循它里面的一些规定 去实现Spark Streaming的一个自己的数据源 那和Storm这个流逝处理框架相比较 那实施性呢 Spark Streaming比Storm要差一些 因为Storm处理的事件 这个延迟可能达到这个毫秒级的延迟 就是秒内的延迟 Spark Streaming可能会有几秒的延迟 但是和Storm相比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有一点是Storm比不上的 那就是它和Spark这个框架 其他模块是不是的计算 它实际上是转化成一系列 小的数据块的 然后进行P处理这样去计算的 也就是说从这个意义上 它不是一种真正的这个流逝处理 它实际上是把这个流逝处理 转化成一个P处理 只是一些小的数据块的P处理 它把实时的这个输入的数据流 以时间片为单位 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去处理 那可能这个时间片是一秒或者几秒 然后每块数据呢都作为一个RDD 因为它和Spark其他模块 都是在一个框架下的 我们前面介绍了Spark这个平台 Spark里面这个数据存储 也就是说数据的这个表示 统一都是用这个RDD去表示的 所以Spark Streaming里面也是 每块数据就作为一个RDD 使用RDD的相对应的那些操作 去处理每一小块数据 然后操作完的结果呢 也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这个警示 来返回 Spark Streaming里面这个数据块的大小 可以小到这个二分之一秒 延迟大概可能会在一秒左右 Dstream呢是Spark Streaming里面的 最主要的这么一个元素 它是这个离散数据流的一个简称 它代表了一种连续的数据流 这个Dstream要么是从某种数据源 提取数据得来的 要么就是从其他的这个数据流 映射转换而来的 Dstream内部是由一系列连续的RDD组成的 像这个图里 每个RDD包含了特定的 时间间隔内的这一批数据 那作用在这个Dstream上的算子 最后都被转化成内部 这些对RDD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用这个 还是用这个WordCount的 就是单词技术为例 在Spark Streaming里面 表示成一个HandDstream 转换成下面这个WordDstream对象 实际上就相当于是作用 在HandD上的一个FlatMap算子 把这个算子 施加到HandDstream的每一个RDD上 生成新的对应的RDD 然后新生成的这些小的RDD对象 就组成了WordDstream的对象 那Spark Streaming呢 另外还提供了一种 基于时间窗口的计算方式 也就是说对某一个滑动的 窗口内的数据 来施加特定的这个Transformation 就是RDD的那些Transformation 那像这个图里面 那每次窗口滑动的时候 原Dstream中的这个 落入窗口中的这些RDD 就会被合并成新的这个WindowsDstream 我们这个图里面 这个窗口的操作 施加在三个RDD单元上 滑动窗口的距离呢 是两个RDD单元 所以从这也可以看出来 要采用这种基于窗口的操作 得设置两个参数 一个就是这个窗口的长度 窗口覆盖的这个时间长度 另外一个就是滑动距离 有窗口启动的这个时间间隔 那这两个参数呢 都必须是Dstream的那个 P次的间隔的一个整数倍 因为我们前面说 这个Dstream里面数据 过来以后是按这个时间间隔 来分成一个小块 一个小块 一个小的P次 一个小的P次 这样去处理的 那下面这句话呢 就是实现了每隔十秒 去统计一下 前面三十秒以内的 这个单次计数 我们看到它设置的 两个这个参数 一个是窗口的长度 一个是时间间隔 它用了一个基本的介绍 这边是什么样的 我们看到它就像这一样的 这边是一个小的 那边是什么样的 这边是什么样的 这边是什么样的 这边是什么样的